現在流行 女團 我在六年級開始留意韓國K-POP的圈 然後跟爸爸說 可不可以Sunny Wonder學跳舞 但永遠都看不到他跳場點 他收起來了我是不知道的 因為覺得自己未夠班 還有覺得有點害羞 直到早兩個月左右 然後就叫爸爸跟他拍片 但就說要選擇街舞人 我都不在這裡 只有爸爸 剛才你第一次拍他日頭跳舞 其實從小到大都喜歡表演 拍攝也好 跳舞也好 最初有人找他拍的時候我擔心 拍了一個廣告 我看到原來鏡前鏡後 我女兒是兩個人 第一套是我的魚耳狼君 好像四歲 但第一天開工已經要拍下午戲 他之前那晚都說 明天我拍攝要哭 我怎麼哭 爸爸你教我 我怎麼可以對鏡頭哭 但為什麼要哭呢 就是因為我們說 我們走了 然後他就哭出來了 都是站在圓圓的位置 他站在那位置哭 還要說出對白 說出對白 同學們經常說 我昨晚看到你 看劇集 很擔心 他將他拍攝的東西帶回家後 總之拍到十歲 拍到五年級 懲婚時之前 因為要拍中學 我解釋給他聽 我說你看劇本你都懂得字 但我女兒其實有點不開心 他經常問我 他說爸爸我下一套是甚麼時候 他拍完這套 這套知道就來殺哥 他就問我下一套是甚麼時候 我說你拍劇多過我 我跟他說 你說的對白多過我 就是多很多 我對主持 女團 甚麼都有興趣 總之在這個圈裡面 我全部都有興趣 因為我跟他聊了很多話 我也有解釋給他聽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有些人很漂亮 或者很有條件 但他是做不到就做不到 要給你心理準備自己 如果不成功你怎麼選 但我想做這樣 所以我無論如何都會做他 我不理他有多難 我也想試一下 我覺得如果他找到自己的興趣 不需要大龍大子 但又找到吃 生活到 我覺得其實很開心 他現在經常說的 他現在經常說要韓國發展 要去韓國讀書 關於韓國的這個圈 藝圈的人 我不懂 我可能未必幫到那麼多 我不放心 如果媽媽可以長時間在那邊陪他 那我就放心了 只有他自己在那邊 我就不放心了 嘩,hello,我十年後的爸爸 嘩,你五十多歲了 又叔叔變八八了 有空就多去公園跑一步 耍一看你隔壁和阿嬤 對身體也好一點 不要這麼晚睡 不要經常塞住我的藍牙 對耳朵不好的 我將來放心 將來一定會收回兩個孫子給你抱的 十年後 即是 阿榮如你已經二十五歲了 拍拖 對很多爸爸來說 都可能要面對這些問題 我曾經都是年輕過 都追過女生 亦都可能未必對以前的女朋友那麼好 所以我也很怕 有些男生對你不好 男生對你不好 不開心 你告訴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永遠都會在家 等你回來保護你 你知道家裡是你的避風港 避風港 真好 將來是你 沒有質疑 你還會想成功 我去那個女朋友 跟你兄弟 我來說 可能